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当中现在讲的回向品继续发愿 那么怎么样发愿回向呢 今天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愿诸菩萨中安诸闻法卷 隔以妙供地庄严此大地 他这里也继续发愿世界的各个地方 许许多多的菩萨 一般的菩萨是得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些真实的菩萨 还有虽然没有得地 但是已经生了菩提心出血的圣戒菩萨 这些经常都安住在有缘的发气的眷属当中 四种眷属当中以各种不同的神通 以各种不同的方便 以他们的威力 功德来宣说妙缘法 然后整个大地都变成庄严 其实我们就像一个花园当中没有鲜花和树木的话 不会庄严的在整个世界上 如果教法和正法没有的话那也不是会庄严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个世界的群体 或者佛教的道成一定要有清净的教法和正法 有了清净的教法和正法的话 即使它外面的生活条件 各方面都不是很圆满 但是实际上具有实在的意义 我们大家都知道 众生其实今生和来世相比较起来 应该说来世是很重要的 没有智慧的人 目观断钱者认为 短暂的精神很重要 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很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生在场也是几十年 现在 昨天我们分析一样 人获得在场的话 最多是一百多年而已 而我们的来世几百万 几亿万年的事情 所以如果为了短暂的精神而造恶业 毁坏生生世世的话 非常遗憾的事情 如果我们短暂的精神当中 行持善法 为整个来世 创造一个美好的条件 那这是一个智者的宣执 所以就像世间的人 为了今天的快乐 一辈子的事情全部摧毁的话 合不合理 绝对不合理的 毕竟一天你过得快乐也可以 不快乐也可以 二十四小时很快就过了 但是你认得一辈子觉得 应该讲是很重要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来世要获得喜求快乐 这是应该非常重要的 可是很多千千万万的愚昧众生 不知道这样的道理 因此我为什么说 菩萨宣说妙法 这就是世界的庄严 这就是道场的庄严 原因就是我们的来世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的佛教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让众生获得无比快乐的一种妙法 所以这个不可缺少 因此在这里主要将菩萨宣在众多的眷属当中 显得极其的庄严 就像《华严经》当中也记得说 诸菩萨宣各个九座 主照围绕眷属庄严 意思就是说 一切菩萨和善知识 在各自的净土 或者各自的道场当中就坐 在这个时候 他的周围 有缘的眷属围绕着他 聆听佛法 我们在世界的许许多多地方 其实很多诸佛菩萨的化现 有些是以国王形象 有些是以善知识形象 有些是以普罗门形象的 以各种现象宣说妙法 而他的周围也有成千上万的眷属 有些虽然没有成千上万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 这样的道场应该是很庄严的 我们现在佛学院 今年的法师基本上是110多个法师 正在讲经说法的有这么多人 所以我们觉得 在他们周围也有 有些可能有二三十个人 比较少的也有 多的有几百个人 这样的法师也有 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是发大乘菩提心的 所以也应该值得随习 在哪一个地方 如是的眷属和 如是的法师 共同学习佛法 那这是一种 利乐有情和国土庄严的一种象征 一般来讲 清净刹土当中 也有经常描述的 比如说《无量寿经》当中也说了 说 阿弥陀佛欲比高卓 然后威德威威 享好光明 然后声闻菩萨围绕宫经 声闻菩萨围绕宫经 所以像阿弥陀佛 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声闻 愿觉 菩萨 还有其他的清净眷属 当然也有个别的经典当中说 极乐世界没有声闻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小乘的自身 只有自私自利的声闻没有 佛陀幻化的眷属应该是有的 也可以这样来解释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个世间是诸佛菩萨的化行 善知识经常在众多的眷属当中宣说妙法 无论是居士身份 出家身份 我们佛法的核心应该动达了佛教的教义 所以我们讲闻三藏和修行三续 这是佛教的根本 大家以后在理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把佛教真正的智慧传递给别人 这是非常重要 如果外面的道场修得非常精光散散的 然后里面朝拜的人 也是懦异不绝 但是真正讲经说法 或者闻思修行没有的话 实际上只不过是给众生种下三根的一个场所而已 真正需要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懂得佛教的教义 就像一个国家 如果教义没有的话 可能它的政治也好 经济也好 军事也好 任何发展都是没有希望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佛教 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教义应该说是前一段所讲的一样 超越整个世界的一切学问 可是我们后来的学者 不管出家人 在家人 如果没有懂得佛教的教义 那我们就跟不上它的意义 跟不上它的意义 那实际操作当中都会变成迷信的 所以说现在的很多道场 表面上看来确实建筑非常不错 已经花了多少亿 几千万这样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 最关键的就是 里面有讲经说法和一些修行的教言 如果有这样 其实就像以前米拉日巴所做的那样 如果没有外面真正的道场 是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 也可以成为道场 米拉日巴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身是世妙 心是佛 然后菩提心愿是庄严 他说 身体就像世妙 心就像佛陀的 菩提的发心和菩提的行为 实际上是庄严寺院的 那这样即使你在一个茅峰当中 或者在一个寂静地方 没有其他的道场也是 你心里面真正有佛陀的 善心和悲心 智慧 而且你所善发出来的光 都直接或者间接利益众生 那已经起到了它的作用了 起到了真正佛教道场的作用 所以我作者也这里诚心发愿 让世间上所有的地方 应该有诸佛菩萨的化现来讲经说法 然后以讲经说法和闻思修行 或者以这样真正的妙法来庄严整个国土 否则我们口头上说是 国土庄严 但是国土庄严并不是刮几个财旗 或者寺院修得非常漂亮 那这些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像一个学校 那么学校的根本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要教育 如果没有教育的话 外面人很多 里面人很多 但是学校见得非常漂亮 有没有起实之心的作用 绝对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佛教徒一定要抓住根本 否则因为末法时代 现在以种种的环境和一些症者等等原因 很多人根本不懂所谓的佛教 所谓的佛教穿着一个 身上披着善意 每天都是随世间八法而转 心里面也没有什么信心和别心 哪怕是你看见一个众生正在被造杀的话 心里面一刹那的这种悲心 也是不生起来 佛陀的各种身相 或者他的经典显现在你面前 也没有领悟他的教义 那我们所谓的修行人 也是名称失望 实在是不合理的 因此以后在座的各位 在弘扬佛法的时候 一方面自己 生生世世的应该发愿 我今生当中也是 一定要讲经说法 要讲经说法来利益众生和过度庄严 这样自己平时都要发愿 平时不要想 我这辈子都是肯定没有什么希望的 但是我下一辈子再说吧 其实这种心态是不合理的 有些人的发愿和意愿成熟的话 你什么样的身份都不重要的 你身边肯定会出现一些闻法者 所以一定要发这个愿 愿出有情众 相续恒听闻 了受虚空光 所处妙法因 那么接下来又发愿 愿世间上所有的众生经常不断地听到 听到什么样呢 听到不但是前面所讲到的一些 诸佛菩萨的善知识宣说 大相乘的佛法甘令 听到佛陀或者善知识们的这些佛法 甚至经常地问到了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些飞禽鸟类 树木 还有包括虚空当中传来的法因 以及在光芒当中听受法因 然后自相续的烦恼一下子接受 获得解脱的果位 应该这样发愿 但其实这也是非常殊胜的发愿 只要我们发愿 也能成立成功了 因为在清净刹斗当中 曾经像阿弥陀佛 他们在因地的时候也是发这种愿 也是同样 连我们这样的 《入菩萨行论教义》一样的机闻 他们时时都发愿 但后来也确实是 愿已经圆满了 成功了 然后在《阿弥陀佛经》当中也是有的 施主中了 主也流失 除荷雅因 轻易延长 他轻易延长的内容 无利 无根 无利 还有七菩提分和八神道分 如是等法 意思就是说 这些阿弥陀佛所发现的众生 他们昼夜流失都是发出 非常荷雅的妙法声音 所选出来的这种佛法内容就是 所说我们《三世祈祷品》的内容 还有在空中也经常说出 诸心无常 有路皆苦 还有诸法不我 涅槃寂静等四法音的教言 以及三解脱门的教义 在空中也是可以选出来 还有在宝树里面 在如意树或者树林当中 也会选出来一些妙法 比如说《阿弥陀经》当中 还有一段说是 微风吹动 珠宝新树 寄宝罗网 除微妙因 听言者自然而然念佛 念法 念圣 自然而然他失念佛法身三宝 自然而然佛法身三宝 所以在极乐世界 通过微风吹动 如意树 宝王等等也发出了一些 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 四法音围主的一些法音 这样的这种法音 很长都能听得到的 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在清净的刹土当中 在世间当中 有些高僧大德的境界里面 也有这样的现象 以前在这里 灯众法王的一个法子 叫庚桑尼玛 庚桑尼玛在寂静地方修行的时候 有一个了窃飞来 给他讲了很多佛法的道理 并且未来的很多手机 也有宣说的 灯众法王的传记当中 也有一些非亲专门给他 宣说佛法 去宣讲的这种现象比较多 然后我们宁玛法当中 一个叫做天法派 天法派就是不变金刚 有一个不变金刚大德 他很多佛法都是在虚空当中 依靠不同的表示 而得出的佛藏 所以他很多的法门 全是依靠虚空的 不空知识而获得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甚至我们现在的 平时的 平凡的一个 比如说草木 或者一些风声 水声等等 依靠这样的声音来 也是传出咒语 佛号 以前我们也讲过 金刚剧主义传颂者的一些故事 还有观音菩萨星座传颂者的故事 通过这样的公案 也可以说明 心清净的时候 外面自然界的一些无情法 它也是传出来妙法的声音 这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境界 有不可分割的一种联系的 当然我们极个别人 不要说是无情无 上师传讲 觉得有点讨厌 不想听 不是上师 或者家里面念佛记 念佛记发出声音的话 哎 吵得很 把他灌了 把他灌了 有些人对念佛声 也是深反感 那这是不合理的 应该来讲对什么样的清净心 才能灌出真实的佛的妙法音 以前上师如意宝去印度的时候 当时我们到新德里 印度的首都 当时印度的生活条件 还是特别差 虽然是他们安排比较高级的宾馆 然后我们住的地方 没有空调 我们热得 像在火炉里面烤一样 非常痛苦 然后他们法王住的地方 有一个空调 但是这个空调不像现在的 有些金壳空调一样 没有任何声音的 然后那个声音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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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声音 然后第二点早上 我们到上师那里去的时候 上师说 这个空调的声音 一直大概在一个小时当中 不断地传出了张文殊的偈颂 瞧道见本多 索然了眼的说 嗯 什么事呢 到底都能怎么做 他的大概的意思是 文殊金刚序 一行祈祷力 殊胜加持之 智慧的意思 遍满我相续 殊胜加持之 遍满我相续 那么这个不断地在空调的声音当中 传出文殊的赞颂 不断地传颂 当时我们只是把偈颂记录下来了 这是上师如意宝也是他 下面有这个小文字 后来在印度大概是 可能待了六个月左右吧 然后返回尼泊尔 返回尼泊尔的时候 有一天法王说 从尼泊尔大塔 在大塔那个地方发出一个光 感觉应该到那里去一下 就寂寂忙忙地让我们到那里去 然后我们到那里去 转佛塔的时候 其实这个专门有一个文字 当时我们记录下来的 然后到那边 专门买佛像的一个店 然后面佛像的一个店 他在那个店里面 有一个战争的文殊像 然后那个文殊像 他受着八大菩萨的标志 比较特殊的一个文殊像 也是一般的 我们现在的 尼泊尔的那种像 当时法王刚开始看的时候 好像他在佛像在微笑 然后法王觉得 是不是我眼睛化了 还是什么的 然后再详细看的时候 从文殊菩萨像的心口发一个光 融入法王的心间 那个时候安住于文殊不共的 显空无二的智慧当中 入定了很长时间 然后法王直接 开始唱了一些金刚歌 什么文殊菩萨 甚深是对我 蛇说 你的恩德很大 为了报答你的恩德 我要利益众生 大概可能金刚歌的意思是这样的 然后紧接着 法王坐车到佛陀在阴地的时候 就是一位老虎施身体的地方 然后在这里 法王把整个经过讲了一下 因为他当天 刚刚那个偈颂念完了三十多万 原来在空调声里面 传出来的赞文殊赞 这个偈颂已经三十多万的时候 就倾到了那个僧尊 后来把那个像也已经清回来了 来了以后应该现在 在满座空心目那里吧 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到处去看 找整个像 但是在看见的地方没有找到 这个是我认为 非常有殊胜加持的一个文殊像 所以我刚才的意思就是 我们如果境界比较高 不仅仅是外面一些清净的刹土或者别的地方 包括一些空调 风雨 各种声音来传出来宣说妙法 但如果心不清净的话 真正诸佛菩萨的化身来到你的面前来讲 最高的法也不一定受益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愿让世界上所有的众生 不仅仅是有机会 遇到善知识的开始 甚至在无情法和一般动物的生意当中 也获得正法的利益 是这个意思 下面讲 愿毕昌知佛 亦记复佛子 亦记诸佛子 并以无边语 显供众生时 我们发愿让世间上的这些众生有福报的话 经常遇到圆满正等觉的 具有一切功德的佛陀 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陀 以及像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弥勒菩萨等等佛陀的佛子 还有诸佛菩萨所发现出来的 具有慈悲法相的善知识 然后在他们面前 领受佛法的进化 而获得解脱 然后在这些佛和菩萨面前 应该以普贤运供的方法来 时时都是要供养他们 供养生 我们前面所讲的诸佛菩萨 世间的名模 也是众生的导师 佛陀和菩萨面前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因缘 见到了佛陀 其实所谓的善知识 也是佛陀的代表 所谓的佛像 佛塔 佛经 这些也是代表佛陀的 跟真正的佛陀供养 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的供养 也有比如说 恭敬供养 成诗供养 还有修行供养 尤其是有关经论当中 最上等的供养 我们如理如此地持清净的戒律 行持佛法 这就是最上等的供养 对上师的供养也是这样 所谓的法供养 对其他诸佛菩萨的供养当中 也是最好的供养 当然是这个 但是我们很多人认为 供养钱是最好的 其实供养钱 对自己来说是心很痛的 然后你供养完了以后 好像很长时间都是忘不了 原来我给予这个人供养过 如何如何 然后一直心里耿耿于患 这样不如尽量地做一些法供养 法供养的功德 自己也可能没有大得执著 对真正的诸佛菩萨来讲 最欢喜的就是法供养 所以我们要平时发愿 让世间上设悦的众生 但愿让他们遇到佛和菩萨 以及善知识 遇到的时候 经常我们也通过各种方式来供养 法王如意宝 在印度金刚座的发愿文当中 已经讲了 将来九百九十六个佛来到世间的时候 但愿我变成他们的成事者 其实我们也应该 现在这样发愿 我们即生当中 如果成就是当然最好的 如果不能成就 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还有很多佛 我们显戒佛当中 还有九百多个佛还要出世 弥勒佛人受八万岁的时候 也会出世 还有其他的世界当中 也是有不同的无数如来出世 在这些面前 但愿我也是见到了这些佛陀 其他的众生也跟我一模一样 能见到这些佛陀 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些城市里面的人 一些不信佛教的人 默默地发愿 但愿他们一定要能见到诸佛佛山 你看 佛陀都开始降临 来到这里 唐卡就下来了 开始加持了 但愿见到佛陀 或者佛陀来临的时候不害怕 应该这样想 但是现在末法时代的很多人 真正亲自见到佛陀的因缘 或者机会没有呢 其实如果真正见到佛像 我经常是这样想的 我们现在虽然 有些大人上师也实现圆寂了 佛陀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摄身已经实现涅槃了 但是我们最快乐的 最幸福的什么呢 有了佛的名号 而有了佛像 我们这个佛像 时时都是有看的机会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的福报非常大的 我经常不是口头上 或者今天为你们介绍这件事情 而这样胡说的 应该心里面始终都是有 每次都是 见到佛像 我如果变成动物 或者变成其他遍秘地方的人 没有这个因缘 但是我现在 虽然我修行很差 自己各方面特别差劲 但是真的是遇到佛法 哪怕是供养一朵花 甚至起一个善心的 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 尤其是愿佛的功德 不可思议 我们以前也引用过吧 《法华经》里面说 若人散乱心 乃至义一花 然后供养余花相 渐渐无受佛 我们如果以散乱的心 不要说大的金银财宝和一些功能等等 哪怕是一朵花 夏天你路过的时候 再当一朵花 或者现在这样的花 一朵花供养在 没有说真正的我面前 乃至居一树 霍佛小地图 以此供养仙 渐渐无量佛 乃至我居一树 或者是单树合照 单树合照 或者我看见佛像的时候抵个头 应该这样的 我们有些人好像看到领导 看到一些上师的时候抵头 但看到佛像的时候 并没有抵头 其实这不合理的 应该见到佛像的时候抵个头 这个表面上看到 好像是谁都会这样做的 实际上这个供养和这种功德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因此我们有了机缘 大家也应该经常想到 经常想到 这种功德确实是不可思议 其实如果真正一个修行人 那么始终都是 包括我们的饮食 包括我们的一些住处 全部受佛的加持来感恩 有这样感恩的心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有这样的 有福福得 获饮食 欲福不知 佛恩 本来我们的饮食 全部都是依靠佛的功德和威力而得到的 可是我们世间上的很多语福根本不知道 如果是上等修行人的话 今天哪怕是在阳光比较炽热的时候 有一点凉风 或者你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 有一份阳光 这些全部是佛的加持 包括我们用提携刀来提你的头发 这也是佛的加持所致的 让我们任何一种对众生带来的快乐 全是佛的加持 但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 也是要懂得佛像和佛塔 一般来讲没有一定的缘分 是见不到的 可是现在世间人们可能有些没有这样的概念 有时候 我的确这样的 汉地的很多寺院当中去的时候 虽然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发财 圣观 但很多人的功夫 功享 磕头 一堆一堆成千上万的人在那边摆啊摆啊 其实这种行为也是让人非常熟悉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在人比较多的地方见一个佛像 或者建一个小小的庙 可能城市里面的很多人 到那里来供佛 这个功德非常大的 因此以后我们自己也应该发愿 有生之年当中供养佛像这些 然后平时在行为上 包括我们现在的好多道友 我觉得还可以的 自己吃饭 很多时候经常有一年三宝的传统 这个时间要长 时间长了以后 有些老修行人是这样的 让他怎么样不要这么做的话 非要这样做的 以前文革期间的时候 有些老修行人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当中 悄悄的 还是要供佛 念佛 他的习惯时间越长越好 否则你今天到学院里面开一个法会 你就供三宝 念一个祭宗 然后你又到城市里面去 也跟你的事人一起教导 这个对一个人的行为要改变 很困难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些修行人 在上师面前 在寺院当中 在佛教的团体当中 待的时间越长越好 待的时间如果长的话 虽然你们又特意做 但是你的行为逐渐逐渐变好了 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传统 然后这样以后 最后你的行为应该是有所改变的 这是一个法愿 还有 愿天降世与无故习丰树 人王如法行 时时皆行龙 下面就是说 愿天生 时时都应该降下雨水 整个无故丰树 庄稼能丰树 还有世间的人王 国王如理如实地行持佛法 护持果征 这样以后 整个他的国家 居国上下肯定信心相容 可以说很多的过失 不管是经济也好 政治也好 非常圆满 所以在这个发愿文当中 首先我们也经常想 愿整个世界上遣除一切自然灾害 不管是地震也好 天灾人火 所有的饥荒 战争全部都消失 而天地始终都是给人们 带来一种风调雨损 尤其是农民和牧民 现在世界的人大多数都是 依靠天地来维持生活的 如果农民的庄稼不好 其他各界各层的人士 在生活上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真正是你风调雨损 一方面天地 依靠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我们人造恶业 那这样可能天生发怒 以前可能我们很多人 看过《西游记》 当时天人发怒 整个地上出现干旱等等 也有这样的故事吧 所以世间的龙王 如果不高兴 这样可能出现干旱 或者洪水 前两天大概是六月一号吧 在南方那边也出现洪水 大概可能涉及到十二个绳士 也失踪了一百多个人 整个交通摇打全部被冲坏了 好多农田全部也充足了 淹没了 应该受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其实这些一方面 世间人造的恶业太可怕了 说实话 现在人们不像古人一样 现在通过各种仪器 各种机器和手段来杀害无量的众人 在这样以后 阿修罗特别地高兴 而天人最后 也是无能无威力 最后在我们整个世间当中 也是出现种种的灾难 这是自然的一种规律 一定会出现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心里面发愿 让整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们 尽量地减少罪恶 不要杀生 不要偷盗 很多恶心尽量地减少 如果这样整个七世界 也会变成一种迹象 所以我们平时都是这样发愿 还有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君主显明非常的重要 他如果行持佛法 如理如实地以慈悲心来维护所有天下的众生 就像《军规教言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整个国家当中所有的生命 依靠他的 所以他以慈悲心来维护 整个上上下下的国家 肯定是会真正日上的 就像我们以前唐代的时候 也有很多很多的法王 就是行持佛教的一些法王 当时的整个国阵也好 经济各方面都是 应该说在当代来讲 非常的圆满 在我们藏地也有像国王智忠登尊 国王宗赞干部 在那个时代当中 人们全部都行持善法 包括释迦牟尼佛的广传当中 有很多行持佛法的国家 在这个时候整个国家 人们都是过着非常喜佛安宁的生活 如果你这个国家的君主行持恶霸 尤其是毁谤佛法 甚至摧毁佛塔 佛像 那这样的话 这种灾难 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自然而然会发生的 这也是自然的规律 所以我们经常发愿让整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要过着幸福快乐的话 一定要行持佛法 才能利益众生的 应该以这样的心来经常发愿 就是要回向 包括我们讲经说法完了 自己做什么样的功德完了 不应该把这个功德全部都是回向给自己 我今天说念的经 回向给我的妈妈 让我的妈妈早日从病苦当中获得解脱 旁边都认为你的妈妈是指的是 她就不好意思 哦 老母有情 所有的众生 那这种做法可能刚开始你如果成的老母有情都是可以的 所有的众生都是你的妈妈 包括我们的大象 还有蚂蚁这些都是我的妈妈的话可以的 但是刚开始的动机是不是这样也很难说 所以平时凡夫人有很多很多的毛病 自己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我们的七心动念 所作所为的 每天都是为了一个石油或者为了一个自我而操作的 这个就尽量摧毁利益众生 这方面回向 那么还有一个颂词 愿要具受效 周欲显灵念 空行落叉等 喜具慈悲心 愿世界上所有的药物都具有药效 然后足以理念无比 然后一些恶鬼众生的 有些空有恶鬼的空行 还有食人的落叉 叶叉 以及凶恶 凶生等等这些 愿他们相续当中具足利益众生的大慈大悲心 这样来发愿 其实药物一般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力所显现的 但是古代的时候一些草药也好 药物还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现在可能众生造的业越来越可怕 然后很多万物的营养 它的功能逐渐减小 包括现在世间的一些生物学家和一些科学家 通过他们的誓言 在五十多年前的这种植物的营养 里面的一些钙 铁 包括一些蛋白质 这些现在都是越来越减少了 不如以前了 所以这样的话 那么这些植物 所制成的药 减小都是没有以前那样的 再加上现在的人们为了获得金钱 因为是个金钱时代 所以又制造很多的家药 有很多的部门 也开了很多家的一些制药厂等等 这样以后 以前所谓的白衣天使现在可能小顺一切了 而现在各种各样的手段 能欺骗众生 危害人体 人体这样的药物 层次不穷 非常多的 甚至有些不是真正的为了执本旧人 应该是为了偏钱 这样的结构都是比较多的 前两天我回来的路上 我在一个草地上休息以后 我看见远远的地方 有一个牧民 然后我也不认识谁 我叫他过来 给我聊一会儿 他过来以后 他说我是个前两天病人的 病得很厉害的 现在稍微好了 我说 你病得怎么样 最后他说 哎 我这个病的 我干也不好 肥也不好 然后我到汉地去 去了好几个大医院 结果这些医院把我的钱全部都已经拿完了 身体一点都没有好 他说 今天要检查这个 明天要检查那个 每天都是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都拿完了 最后我的钱全部用完了 一颗药都没有给 一个针都没有打 然后我就变成一个穷管蛋 就回来了 然后他说 我告诉他们以后再也不要去那些大医院 然后他到藏的一个藏医吃了一点草药 马上好起来了 他觉得到外面去大医院去完全是浪费 也许他可能是个人的观点 或者他也遇到的有些可能不是很好的 不过他也可能不太懂 我们现在大医院里面确实也是这样的 一两个礼拜当中 你又要查学 又要各种各样的检查 一直这样的 钱不断地我进去了 然后你的病还没有证断 很多医院是这样的 的确现在世间城市里面的人 又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这也是以众生的功力现前的 但我们始终都是发愿了 让这些药物尽快有疗效 全部都变成了素晓旧行丸 有时候也是不会有什么 还有咒语 咒语的理念 咒语里面也分一些明珠 密珠 陀罗里珠 各种咒语 其实这些咒语 不管是持住者也好 持修仙中者 或者婆罗门仙人等等 用了以后非常地理念 尤其是具有信心和具有恭敬心 这样的人念诵非常好的 前一段时间 我们学院来了一个出家人 他确实是念了一些金刚盔甲和咒语 他不管是看什么东西 任何一个东西 他念了几遍 在这个上面一吹 马上就非常烫 跟火里面拿出来的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现在也是 这种人是比较多的 我当时说 开玩笑 一般现在汉地的很多人 从小都是不是信佛教的 有受威武论的影响 很多人觉得 啊 有这么明确的话 那多好啊 我说这些人到汉地去 可能更受欢迎 因为藏地大家都觉得 连主义肯定有加持的 这是没有什么的 连主义肯定有 不可思议的力量 很多人都这样感觉的 只不过是有些人 没有实际行差而已 大家都这样认为的 因此你看 我今天讲的时候都是 你们这个态度是完全不相同的 一个个地等着一面 还是有差别 空性 落差等 喜具慈悲心 还有空性 空性的话 刚才也讲了 世间当中有很多的凶声恶杀 这些本来以前都是 见到人过后开始杀害的 但后来通过诸佛菩萨的加持 威力 他们也是具有悲心的 《世尊广传》里面有一个月亮王子 刚开始的时候他见到 食肉的落差 特别的可怕 当时他用种种方式来压制他的嗔恨心 后来叫伴族落差 伴族国王 具有大悲心 他以恭敬心和悲心来护持国家 也有公安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有很多的妖魔怪怪 一些鬼神 全部都具有大悲心 但愿他们具有大悲心 不要伤害任何众生 否则他们所伤害的这些众生 有些说 我的身体有腹体 我做噩梦 白天感觉上好像噩梦产生等等 众多的众生带来苦恼和不快 所以用我们但愿 诸佛菩萨的加持不可思议的 让世间上所有的这些鬼神 妖魔怪怪全部具有 像观星不要菩萨那样大慈大悲心 他们不但不害众生 而且经常也是帮助众生 弘扬佛法 心里也这样想 平时念诵的时候也应该这样的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能知道 世间上的一切都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那么修行佛法也是非常方便的 《宝经经》的一个教证 好像在《上师行政》里面也是引用过吧 比如说一些明珠 还有妙阳 一些秘方和缘气是不可思议的 同样诸佛菩萨的一些等词 方便 神变 这些的心境也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懂得 世间上有许许多多的 我们凡夫人不能了知的 比如说 药的能力不可思议的 的确是 看到一颗药你吃下去了以后 尤其是猪痛方面的话 你当下就把病能治之 这也不可思议的 然后我们念一个佛号 或者念一个咒语的这种能力 也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我们平时念一些咒语 包括我自己都是 经常有这种感觉 如果身体不好 这样做噩梦 提前要睡眠之前 自己该念的有些特殊咒语 念完了以后 绝对不会做噩梦 有这样的 因为四大不跳的时候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他的身体在不断地 有一些不跳的现象 迷乱的意识 经常也是出现一些现象 那么为了制止这些 首先你念碎的时候 在诸佛菩萨面前磕头 然后把上师和诸佛菩萨的心 跟自己的心融入一体 这样的境界当中睡眠 很多的迷乱现象 也会遣除的 这并不是别人所说的 自己在实际修行当中 也可以感受到的 所以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很重要 如果你信心不太粗 经常有一些怀疑 我念这个粗语到底有没有功德 想试一试吧 看怎么样 肯定不会有吧 不可能的 那也许有啊 以这种态度来念 那也不可能得到利益 所以平时人的见解和方法 还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们要经常发愿 世间上的家要全部消失了 世间上的主义九度理念 然后还有很多不具悲心的这些众生都具足 甚至在一些森林当中有毒蛇 猛兽 有很多危害的众生 还有我们在一些大城市里面 有一些核武器 损害众生的一些各种武器 那么这些武器害众生的时候不要 我们应该发很多很多 其实真正要想 有很多的怨要可以发的 其实这样的发愿平时生活上经常修持 人的心越来越变得善良 而且你越来越接近于菩萨的行为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 所谓的佛法一天两天关一个顶 然后念几个主义 马上能不能看虚空当中 看得到什么东西啊 现在很多人学佛 非常的简单 很奇怪的 好像我们到那里去吃快餐面一样的 马上觉得有一种减小 这就是佛法 其实这是不会这样的 应该有长期的传习 长期的修行 对自己的心逐渐调伏 造善业 断恶业 这样的一种行为 即使你在即生当中 并没有获得任何明显的神通 神变 这些 但实际上你这一辈子在佛法的气氛当中圆满度过 你乃至生生世世 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佛教徒 不要认为我这一辈子当中 马上要变成什么 这种希望不是很好的 一定要对你乃至生生世世 打好一个技术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所以短暂的人生当中 希望大家不要变成业绩的言道者 一定要对佛法身的信心永恒 一直保持比较清净的心态来恭敬三宝 始终祈祷 这样拿诸佛菩萨的加持和自己的信心 缘起不可思议的原因 你的相续一定会变成越来越好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